Hello大家好,我是Nancy,欢迎回来 这是一期我想了整整两年 但是到现在才付诸行动的一期视频 投资理财101 我其实很少有看到女生会做和财富管理有关的视频 但是我觉得了解一定的财务知识对我们女孩子 其实不管男生女生嘛,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今天呢就想来做一期简单的科普 先从了解不同的投资类别开始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消费主义横行的时代 我们真的要学会如何管理手上的钱 并且尽可能的让钱生钱 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投资 当然是积累财富对抗通胀 经济学的第一解课 Time value of the money 金钱的时间价值就告诉我们 未来一年后的1000块钱 肯定没有今天当下的1000块钱要值钱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把手上的钱最大利益化 存钱呢,一般是为了实现一些 较为短期的目标 比如说存钱去一次旅游 而投资呢,一般是为了实现更加长远的目标 比如说养老 年轻时候存下来的钱去投资呢 到老了会成为一笔非常重要的养老基金 而且我本人一直都是坚信 长期投资是致富的最佳途径 它绝对不是唯一途径啊 但是它在我心中是最佳的途径 你投资的钱会因为复利的原因随着时间的增长而越来越多 曾经有人说过复利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而且我觉得投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它需要你有足够多的耐心 需要你学会坚持 并且需要你不要受外界过多的干扰 对吧 而且我本人其实是挺享受延迟满足这件事情的 当你真的得到满足的那一刻 经过漫长的等待以后 也是一个很美妙的感觉吧 对 当然了投资是有风险的 它绝对不是在不了解状况下的一种盲目跟风 而是在做足功课以后的谨慎决策 当然是越早越好 投资就像种一棵树一样 它不会让你在第二天第三天就享受到果实 但是会在年复一年的积累中 最后长成一棵苍天大树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我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就开始投资 但是如果不行的话呢 从今天开始也不算晚 如果你把一个公司想象成一个大的蛋糕的话 这份蛋糕呢可以被均匀切成很多份 那么当你买入这个公司的股票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这个公司的一小份 like a small tiny ownership 如果你是一名长期主义者 当你买入这个公司的时候呢 内心的想法应该是说 我在投资一个未来有前景的公司 I'm buying a business that's got some potentials 理论上来说 买入个股的回报是无限的 但是也有可能一文不值 所以它是一个风险属性比较高的一种投资类别 股票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分类 可以根据市值或者是这些公司的特点来划分 市值的话我们常说的 large cap, make cap and small cap 是根据市值的大小来区分的 一般来说市值超过100亿美金的公司呢 就会被认作是large cap stocks 就是它的市值很大嘛 有的人也会把它翻译成蓝筹股 一般都是在行业里面具有龙头地位的一些公司 比如说苹果啊 NVIDIA RBC啊 辛巴克等等 其次就是mid cap和small cap 中等市值和市值比较小的这些公司 像我经常跟大家分享的aritia 这个公司呢 肥美的朋友们应该也很熟悉这个公司了 它就属于mid cap 它最近市值也下跌了不少 最近可能就差不多30多亿加币左右 那理论上来说呢 像这种small cap和mid cap的公司 的投资风险是要高过large cap 就是市值大的这些公司的 但是他们也有潜在的更高的收益 来作为投资人的补偿 再来不同公司的股票也具有不同的属性 我们常常听到了什么成长股啊 growth stock 价值股 value stocks 这两种的区分在哪里呢 价值股啊 一般来说它的增速比较缓慢 它的pe ratio 市盈率呢 也是比较低的 股息是比较高的 常见的代表公司比如说强生啊 可可可乐啊 巴菲特的最爱 而成长股啊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这种股票呢 它具有比较高的成长空间 它的特点呢 就是增速很高 市盈率很高 但是股息呢 很低或者是没有 常见的代表公司呢 就是shopify啊 特斯拉这种 很多时候这种公司的股价呢 它其实是会有一点脱离 它本身的价值的 人们买入呢 是买的对这个公司 未来的超高预期 虽然很多人都会为成长股的 超高收益而感到兴奋 动不动就是涨个5% 涨个10% 但是就长远来看呢 其实价值股有跑赢成长股 诺贝尔奖得主 Eugène Farmer和达特茅斯学院教授 Kennis French 汇编的数据曾经显示 就1927年至2019年期间 按照每15年 唯一一个滚动周期的话 价值股在93%的时间里 有跑赢成长股 基金一般是有一个 专业的基金经理来管理的 他会把投资人的钱攒到一起 然后由他统一去投资 他一般呢 都是会采取一个 比较分散的投资的策略 可能会买各种各样的股票啊 债券等等 一般买入基金呢 会要求有一个最少的 一个投资额 比如说500美金 然后它的价值呢 是按天来结算的 买入基金相比于个股来说呢 会分散风险 但它并不能够消除风险 这个也要取决于市场的表现啊 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和决策的质量 ETF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种投资类别 它是融合了股票和基金的特征 因为它也是有一个投资池 然后投资人把买ETF的钱 全部注入到这个池子里面 但是它又在股票市场里面交易 You still have to pay commission fees 它的价值呢 每时每刻也都在变动 它的流通性很高 它也是具备了风险被分散的属性 而且大多数的ETF呢 都是like a follow 像index market 它都是在追踪一个大盘的表现 或者是某一个行业的整体的表现 那很多人说的买大盘 是什么意思呢 在北美的话 你就是搜索常见的两个代码 就是SPY和VOO 它们都是在追踪美国 前500家市值最高的公司的 一个表现的指数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苹果啊 微软啊 强盛这些公司 都在这个S&P 500里面 那这500家公司呢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500家 它是会随着市值的变动而变化的 买这种ETF的话呢 你就自然而然的把你的风险分散了 因为你是在买 就是这500个公司的整体的一个表现 你不是在买一个单独的股票吗 那S&P 500这个大盘的表现呢 也常被看作评判 美国整体经济状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其实有很多投资专家都会建议小白 如果你什么都不懂 但是又很想投资的话 长期分批次买入大盘 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因为这样的话 你可以把你买入的价格给平均掉嘛 然后长远来看 只要你觉得美国经济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大概率你是会有这样的一个 还不错的回报的 Options 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复杂 其实我觉得不太适合101 但是就在这稍微说一下吧 它有点像是买电影票 你买了这个票以后呢 你可以去看这个电影 也可以不去 它是一种权利 It's an option but not an obligation 但不是义务 它分为put option和call option 给投资人行使一个可以卖出或买入的权利 比如说如果你觉得未来有一只股票会持续上涨 但是你又不想就是以那么高的价格买入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buy a car 买一个call option 通过支付一笔premium 通过支付一笔权利金 让自己在一定期限内 即使这个股价涨了 也可以用较低的价格给它买入 或者呢 如果你觉得一只股票的价格未来会下跌 那么这个时候呢 You can buy a put 还是需要你支付一笔权利金 但是呢 假如这个股票的价格未来下跌了 仍然给你一个权利 可以以一个较高的价格买出 期权这种东西 如果你用的好 可以帮助你规避很多风险 但是如果你用的不好呢 它的风险也是很大的 我个人来说呢 从来也没有用过期权 RITS 地产投资信托 它也是在股票市场里面交易的 RITS呢 就是一些公司把投资人的钱攒到一起 然后投资一些income producing properties 就是投资一些可以产生租金收入的物业 RITS呢 它的概念是什么呢 它就是说 假如你也想投资到房地产行业 但是呢 你不想用那么多的本金的话 你可以以一个较少的投入 可以参与到投资房地产这件事情里面 就比如说你没有那么多的本金 你不想直接去买一栋楼 对吧 但是呢 你可以以较少的资金买入一个RITS 那么你也可以享受到 假如它的这个物业升值 以及它如果拥有稳定的租金收入的话 这两件事情 而且RITS它也是会投资各种各样的物业 所以它也能起到一个风险被分散的效果 而且有政策规定呢 RITS必须把盈余的很大一部分 作为股息分配给股东 而且它的市场流动性呢 又比真的就是那种物业 Tangible Assets要好一些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投资方式 债券它是一种固定收益产品 顾名思义就是它的收益是固定的 一般呢 是由政府或者是企业发行的 是他们的一种融资方式 你可以经常听到什么发债发债 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公司它需要钱了 它可以通过发债的方式来融资 投资人呢就可以把钱借给他们 然后他们会定期支付给你利息 最后把本金还给你 这个一般要打电话给你的broker去买 对方会告诉你哪些债券可以买 然后它的利息是什么样的 但是呢 它并不是随时可以卖掉的 它没有那么灵活 因为它有一个maturity date 就是它什么时候才可以被赎回 最后一个GIC 像它的名字一样 但是它也有要求 比如说你要在那存一年啊 两年啊 或者是五年 然后它会最后把利息和本金还给你 那我今天说的呢 都是这种流通性比较高的产品 有可能有人会说 可以投资房产啊 其实房地产呢 是属于alternative investment 它是属于另类投资 它的流通性呢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房地产市场好的时候 它可以卖得很快 但是如果它的需求降低的话呢 它也买的不是很快 就是它绝对和股票的那个流通性是不能比的 最后我想聊一下 在投资之前需要做什么准备 首先当然就是set up an emergency fund 准备一个应急资金 不要一股脑的把钱全部拿去投资 我个人会建议你放在股票市场里面的钱 都是你未来至少一年内不能动的钱 有的人说三个月 但是我个人的话是长期主义的风行者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我未来十年二十年都不要碰它 但是一般来说就是至少你一年内不要去碰 第二步 衡量一下自己对风险的承担能力 思考一下自己大概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投资组合 百分之多少你是想买股票 百分之多少你是想买这种固定收益的产品 对吧 然后问自己一些问题 你的收入稳定吗 你是否有任何高利息的债务 你什么时候需要这笔钱 第三步 学习不断的学习增进你的财务知识 一开始我就说了投资股票你是买一个生意 you're buying a business 你要至少了解就是说你买的这个公司是干嘛的 它卖什么产品和服务 它的商业模型是什么 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再去下手 毕竟你投的是真金白银对吧 OK那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和理财有关的视频 我也不太确定大家的接受程度 欢迎留言告诉我是不是讲的太简单了 或者告诉我有没有什么别的想听的 我自己呢是从2017年吧 正式开始就有陆陆续约投资到现在 有差不多六年的经历 我不能够给大家具体的投资意见 但我愿意去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 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喜欢的话一定不要忘了为我点赞留言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